一回眸 半生沉浮 君子坦荡荡 早多二天地对决上映 让人印象最深的是 古天乐有深意的微笑 暗藏玄机 想要让人一探究竟 你见过古天乐 叙起呼须 若有所思的模样吗 在这部电影中 他再次突破自我 完成大反派的演绎 贩毒界大佬霸气冲天 古天乐演出 暗黑帝国之王的感觉 娱乐圈沉沉浮浮几十年 灵绯闻 无黑料 勤勤恳恳住梦 古天乐硬是将自己 活成了一部传奇 出道之前 古天乐为了生计 很早参加了工作 工程很多 成长环境不好 曾经做过蛊惑在 一起冲天 为兄弟扛下了所有罪过 背叛入狱 这之后 自己的女朋友和兄弟走到一起 情感受到伤害的他 在监狱里自我放逐 自暴自弃 后来因为在监狱中打架 加了刑期 可以说跌倒了人手地骨的他 已经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一个成熟的男人 是不会将过往放到嘴边 对于这段虔诚往事 我们只能从报纸上查到 出于之后的他 幡然醒悟 机缘一到 进入了犹如大染缸一般的娱乐圈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一生能够塑造一个经典角色 已经是梦寐以求的事 但是对于古天乐来说 他的前半身中 所塑造的多个角色 都让人无法超越 咱先来说一说 古天乐影视剧作品中 让人难忘的角色 第一个就是 白面帅男神 神雕侠里里的杨过 古天乐与李若同出演的这部剧 让我们看到了神仙颜值的英雄 也可以倾倒终生 皮皮的痞子 帅帅的脸庞 英雄的风骨 让他的角色 嘖嘖生辉 第二个角色是 圆月弯道中的丁棚 公子偏偏少年 宛如仙童下凡间 遇到感情新伤起 渐入魔道 末路绝 有人说 古天乐一个人撑起了 香港影视的半年天 众所周知 娱乐圈鱼龙混杂 人生低谷中 雪中送炭的少 而兄弟情义 更是弥足珍贵 古天乐身处染缸 宛如一股股 涓涓细流 温暖着周围的人 回顾他的成长时 1970年出生 1993年 曾经在商场 物业公司等地就职的他 逐渐脱离了打工生涯 机缘一到 成为了无限训练般的旁听生 他从默默无闻 到如今的家喻户晓 从刚刚出色的青涩稚嫩 到如今的黑面大叔 钢铁之男 期间的变化 是有目共睹的 而对每个角色 他都有自己的感悟 演艺生涯的开启 源于想要改变现状 古天乐是娱乐圈中 唯一一个让自己变黑的人 他的戏路 被自己白面殊胜的形象影响 于是 他开启了变黑之旅 本可以靠颜值行走天下 而古天乐却要用实力 征服众人 在1999年 刑事侦查档案4中 所饰演的角色徐飞 让他成为了当年的势帝 这是靠实力打拼的第一战 自此 古天乐硬汉形象 深入人心 力转身 努力打拼 君子莫如是 在影视剧中优异表现 让他成为了师弟 让许多电影导演找到了他 他出道以后 出演过多部影视作品 追龙 冲上云霄 大内密探零零狗 河东诗吼 忘不了 气听风云 反弹风暴等等 可以说 古天乐所塑造的电影王国 可以带你走入 角色的内心 与其一起感受 电影里的喜怒哀乐 古天乐饰演的角色 这是一场规定的 祈福 传岁 一电影 是世界感动的 感谢老师 什么 伤岁 做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后的决绝和无望都藏在他的眼睛里 在没有看到古天乐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他一直是小编心中帅哥的形象 但是这个父亲角色拿捏得恰到好处 更是让影迷们看到了他别样的魅力 这是古天乐第一次饰演悲情的父亲角色 却将父亲的纠结 心疼 无奈 绝望演绎得深入人心 演技炸裂 获奖无数 实至名归 结局是悲苦的 女儿死后 父亲报仇之后 隐枪自尽 这是对现实无奈的控诉 古天乐饰演的《喵星人》这部电影 很多网友吐槽 这部都半评分4.5的温情家庭片 深受蝉食公门的喜欢 由于古天乐在剧中饰演一个胆小可爱 却有责任心重的父亲角色 对他的演绎也褒贬不一 小编小说的是 这是一部儿童电影 如果成年人用自己的视角 来评判这部电影 有时偏颇 在孩子们的眼中 一直与人类建立起友谊的《喵星人》 是那么的神奇 一个处处为孩子考虑的父亲 是那么的让人暖心 充满了爱的力量 这是一部全家服饰的电影 很多人心目中的父亲都是严肃的 但是古天乐在《喵星人》 这部影片中饰演的父亲 有点胆小 有点单 但是对孩子的爱 是那么真挚 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就是无穷的宝藏 古天乐所饰演的多个角色 从文艺青年到豪奇冲天的大侠 从心思单纯的白领 到黑帮大佬 从《偏偏少年》到《无厘头喜剧》 戏录 从窄到宽 他的演艺范畴 也越来越广泛 在如今的演艺圈内 他可以说是将自己的人生 演绎成了传奇 那些跌落谷底的经历 成为了他感悟人生 体悟人生厚度的珍贵经验 在古天乐饰演多个角色中 与他搭档的女演员有很多 他截身自豪 从来没有和任何人传出过绯闻 而他迄今为止所塑造的那些个角色 成为了他去过另外一种生活的机会 电影当中的角色 可以是演技的凝练 也可以是对人生的感悟 还可以是对生活的向往 一个人可苏醒的极限是什么 古天乐用自己二十多年的演戏经历告诉我们 没有终点 只有不停的努力 不停的前进 古天乐是一个产量丰富的演员 由于他所塑造的那些角色个性鲜明 立体风盈 也让他舒服了无数好评 多年的累积 为他塑造反派角色 打下了良好的跟机 扫读二中 那个让观众诧异的大反派 让人耳目一新 黑帮内斗 昔日兄弟反目成仇 一个成为了大毒枭 一个退出帮会 混迹于金融圈 立场的不同 让二人针锋相对 以暴制暴的暴力美学 在这部电影中得到了完美的演绎 影片中充滞的哀怨与悲情 如今看来 正是人生歧途的真实写照 每个人的命运 看似不可反叛 无计可惜 但是在每个岔路后 人都是有选择权的 你的选择就决定了 余生如何度过 暖心间 欢乐至 情意存天地 做好事不留名 默默地奉献着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爱 古天乐是一个 偷偷默默做好事的人 如果不是网友爆料 谁也不知道 他竟然偷偷做公益了这么久 成为一时的好人容易 难得是 一辈子是好人 低调有爱心 与那些高调做公益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上帝施脚 有人调侃 在这个世界上 能黑古天乐的 只有太阳 古天乐捐件希望小学 让众多失学儿童 感受到学习 改变人生的力量 古天乐在2010年 被联合国授予 爱心大使称号 从各路媒体得知 古天乐默默行善多年 从不张扬 他每个月都会通过自己的慈善基金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如果慈善界要评选出一位超人的话 这个人就是古天乐 像当初如果他做慈善的事情 不是耳朵声爆料的话 如今这件事也不会被大众所知 而古天乐就是这样一个默默做事的人 在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 对做慈善的这件事是闭口不谈的 生而为人 有些事没得选 男神古天乐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感动和震撼 他力尽千番 品尝各类人生苦楚 他却拥有着一颗真诚的心 一颗善良的心 风潇潇 路遥遥 寻心在何方 青春时期的迷茫与过错 已然付出了代价 出于新生的他 才是耀眼的明星 古天乐的爱情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爱的唯美与动人 他品尝过 爱的苦楚与悲情 他品尝过 爱的无奈与哀伤 他品尝过 爱过后的分手 对谁都是伤害 出道之前曾被爱情背叛 被兄弟背叛 而自伤险些 再次酿苦果 还好即使迷途知凡 这才让他看来人生的另一面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可能兄弟情意要高于爱情 被自己最好的兄弟 抢走最爱的女人 这种打击的确会让人失控 自此以后 他对爱情有点惊而远之 可以确切地说 古天乐出道以来 唯一承认的女友是黄继莹 据说 二人的爱情在拍摄 参参有宋家的时候相识 然后相知 相恋 长达七年之久 古天乐的演艺事业 并非一帆风顺 在被爆出有案例的时候 可以说 人气跌到谷底 事业跌落千丈 此时女友从未离开过 与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 甚至为了男友放弃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最后却分手 也着实可惜 正是因为这段情 让黄继莹在事业高峰期 急流勇退 陪伴古天乐 最后两个人黯然分开 被记者追问 古天乐为说出实情 黄继莹在我最失信心的时候 又听我讲 又帮我去买饭 完全没有用另类眼光来看我 这种事 当时有谁做得到 所以 今时今日 我有点点能力 都会保护他一辈子 一生都不会让人伤害他 只要我知道有人想伤害他 我一定会用尽我所有方法去阻止 无论我们是不是拍拖 我都会这样做 古天乐的不爱与善良 总是在温暖着你我他 没有谁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 他也不例外 那些让人难挨的夜晚 都需要一次次自我突破 才能有所精进 古天乐的演艺生涯从无到有 坚持自我 将行善进行到底 任凭娱乐江湖中脑光剑影 喧嚣至上 而他依旧自成一道风景 从不炫耀 从不张扬 喜欢一个人 从懂他开始 或许你不太了解古天乐 但看到一个行善多年的大叔 至今没有爱与 着实也是让人心痛不已 古天乐是从一个懵懂少年 逐渐变成如今的慈善大叔 这一路走来 冷暖自居 每个人生而平等 在后续的岔路口 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二十几年的坚持 终于让他拥有了 自己的影视天下 将自己的生活 变成了传奇 愿他尽早遇到能够 陪伴终身的贴心人 爱一个人 不是让他过上 自己期望的人生 而是希望他能够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成为那个 让自己骄傲的人 爱豆单身 凡辞心交 愿你我他能够 理性面对爱豆的 个人感情世界 希望他能够找到 自己一生伴侣 摆脱孤身艺人 有网友甚至希望 他能够早日完婚 拥有自己的幸福